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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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我们要做好孩子 要听话的长大 你们内心深处有没有一个身影 弱弱的在心里排练千百次于天下为敌的冲动 我们不敢 不能 做不到的 现现做到了 挑战 挑战 蓝起人的权威 辽波 蓝二公子这样的好学生 放灯时许下一声的诺言 一声除肩服弱 无愧于心 为了要保护的人 大吼 我未无限想要杀人 谁能阻拦 谁又能阻拦 羽叶 质问蓝战 离那本金 叛何方道 熟黑熟白 熟强熟弱 告诉江城 保不住我 那就气了吧 和蓝战分开后说道 管他熙熙攘攘阳关道 我偏要一条独木桥走到黑 告诉仙家百门 你的憎恶和仰慕都如此的廉价 怎么也好意思拿出来叫嚣 蓝忘机在瀑布上头对魏无限说你不愧是魏英 我们对于魏无限的爱里面有多少的羡慕 如此酣畅淋漓地活了一场 魔道祖师里面的爱情特别像观音庙里被金光瑶说出真相 压抑两世的感情像压不住的火山 所有的回忆扑灭而来 读起来紧张的 怕读太快了 错过一个字 怕读慢了 不能马上看到魏英的内心的海啸 陈情令里面的社会主义兄弟情 毕生知己 大绝局的一个回身 天地万物化为乌有 经典无双 一生得意知己 死而无憾 两种情不分伯仲 都让人无法自拔 魏英和蓝战之间 最珍贵的一个字是懂 想想父母一辈吵闹的一生 我们看到的爱情是柴米油盐 再看看现在的霸道总裁的爱情 男主女主爱来爱去 误会撒糖 很多故事里 男主女主为了对方可以去死 无怨无悔 爱或许很多 懂却稀有 就像网友分析 为什么江城和魏英会渐行渐远 还是因为价值观不同 江城可以为了救魏英舍去金丹 但是他却不懂魏英 不懂他的坚持 他不理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也不理解除奸服弱 无愧于心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江城是爱 蓝战是懂 蓝忘机一眼万年的眼神里面 写满了我懂你 我们羡慕 是因为这份懂也是我们每个人渴望的 追求的 奢望的 虽然我们没有除奸服弱 无愧于心这样的理想 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小小的世界 这个小世界希望能被某一个人观察到 被理解 被认可 陈情令剧本身从主角到配角 从22岁的杨夏买版权到导演到道具装画 以及后期的演唱会等等 一系列的策划操作都可圈可点 成功是各个环节的成功 但是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夸 所以要替战战和衣博向背后努力的所有的人说一声感谢 因为所有人的努力 光芒最后却落到了GGDD身上 真的要感谢 从距离跳出来 咱们再说人 入坑 考古 再说说我是怎么一步一步将魏无羡移情到了肖战的身上 肖战本人的经历堪比魏无羡 现现出身不高 家仆之子 但是天资傲人 开宗立派 战战也是普普通通 不是富二代 不是新二代 一个素人到东方卫视的压轴 一样的天资傲人 一记绝尘 燃烧吧少年龙丹妮说 肖战 我们在等你更成熟更霸气的时刻 但是这一刻你还没有来 我觉得他说的也没有什么错 对比当时的战战和今天的战战 那个时候确实不够优秀 但是肖战被批评时的表情很戳中我 他有很多尴尬 后面的努力就有多迷人 陈情令唯独的时候 有一幕泪流满面 用手抹去眼泪的视频 用抹是因为真的泪流满面 看得出来真诚地投入到了这个角色 真诚 现现和战战实在是太容易想象成一个人了 这么对一个生命充满热忱的人得到了顶流 这块阴铁我总是不安 担心顶流会让他顶不住 一直到看到东方卫视压轴状态才放下心来 肖战本人有一些关键词 第一关键词 帅 咱们不回避 咱们正是这个问题 一个良好的形象确实重要 虽然说小飞侠们一直说 帅只是肖战无数优点中最不重要的一点 但是 我的天 战战的帅真的是盛世美颜 怎么可以帅得这么明显 无法低调啊 特别是刚看到 哦 我的皇帝陛下北冉墨唐时 帅得吓了一跳 虽然娱乐圈帅哥很多 肖战还是帅出了新高度 之后的各种发型 各种场合 居然一个大男人也可以千变万化地帅 第二关键词 努力 23岁跳舞 跳到支架盖掉了 龙丹妮说 眼神不霸气 现在大家看到眼睛会说话 从沙雕的超新星学员 到 哦 我的皇帝陛下 到陈清令 演技肉眼可见的成长 未来可期 白天拍戏 晚上上课 写表演心得到夜里 写到崩溃 努力过的人找到共鸣 没有努力过的人听到羞愧 和王一博在采访的时候 说接下来他们俩还要请老师精进一下台词 我们的歌 纳英姐说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 肖战拍戏的间隙都在练习 周华健说 肖战勤劳到让人烦的程度 买耳朵一镜到底 表演前观察电梯里的外卖小哥 导演觉得应该是唯独剧本 但是没有时间 却意外发现他已经做足功课 这就是肖战的努力 第三个关键词 人贫豪 礼貌 谦虚 温柔 阳光 爱国 正能量 给助力打伞 扶电梯门 将工作人员鞠躬 不碰女明星的手等等 太多了 陈情令之后 有一段状态不好 面有眷色 一度担心 他将用什么支撑吉他的高流量 而不是被流量吞噬 在马薇薇的采访中 肖战说 再提醒身边的人清醒一点 考古陈情令的花絮的时候 一直觉得肖战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但是在我们的歌的节目中 才发现他其实是一个话不多 但是说在点上的人 为人并不张扬 努力工作 善良待人 他是我第一个听到歌唱《我和我的祖国》的人 多次转载《人民日报》 我相信这些都是他的价值观 而不是他在营业 他的品质可以撑得起他的流量 第四个关键词 才华 哪怕房颜和乌粮把生活压得再低 总会有另外一片天空的希望 工作是齿轮 生活是沙发 经典永流传上画的竹子 就是这样一位生活的诗人 唱歌有感情 纳因在盲选的时候说 就喜欢这样的纯粹的声音 跳舞有魅力 比跳舞时更着迷的是 他跳舞时害羞地笑 演戏有献舍 一直被说剧抛脸 魏无羡 小颜公子 急冲不同角色不同的人 外卖小歌看哭多少人 我们的歌和纳因和周华靖 和张绍涵搭档让我们看到千面肖战 东方卫视跨年四首歌下来 歌正描红的我们都是追梦人 快乐元气地跟着感觉走 深情演绎的余年 性感狂野的神奇 他总是能给到惊喜 咱们也不盲目 站站唱歌比不上前辈 跳舞跳不过王一博 演戏还有进步空间只是重要吗 喜欢一个人从来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缺 留一些进步的空间 敬畏生命 第五个关键词 专业 肖战演技 我自己可以打到八十到八十五分 长得帅 再加五分 陈情令中好多打动人的地方 和姐夫打架 窃窃的小眼神 师姐拉着走 乱葬刚归来的眼神 你以为你是谁 你们姑苏蓝氏是谁 大呼 我未无限想杀人 谁能阻拦 谁又敢阻拦 师姐下线 千夫所指时 镜头旋转 万恋俱灰 演技这东西咱也不懂 也不敢说什么 反正这些时候我已经把它当成 魏无限本人就够了 肖战真的是一个灵气满满 有天赋的演员 快乐大本营和谢娜搭戏演求婚 还有演十九二哥都非常棒 帅且舒服的表演 正经演戏可以看到成长速度 因为肖战一直说 自己是一个娱乐圈的打工仔 所以夸演技不如夸专业 同样专业的还有她的采访 永远真诚 永远言之有物 包括代言 她都会对代言的产品有深入的理解 说出自己的看法 第六个关键词 少年 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魏无限 这么喜欢肖战 直到我们的歌《周华剑离场》那一期节目 才突然明白了为什么 少年 战战偷偷地占有了少年这个词 少年人的清澈 少年人的热血 少年人该有的一切都在他身上可以找到 愿你出走半生 归来仍是少年 少年是每一个人的死血 周华剑说 他写了很多的歌都是在写过去的事 他到最后才明白 他在怀念少年的自己 对于我们来说 甄嬛传是女人的战斗 狼牙榜是复仇的故事 亲爱的热爱的 讲甜甜的爱情 看的是别人的故事 可是陈情令却有代入感 从少年历世 一生除肩服弱 无愧于心开始 仿佛就触动了自己的灵魂 我们也曾少年 也希望自己跨意人生 活得像阳光一样明媚 也希望与天下为敌的时候 有一个人站在身边说 一条道走到黑的感觉确实不差 人生得意知己 足矣 献献活出了我们想要的少年的模样 肖战亦是 于是对于肖战的喜爱有别于其他的明星 看着他在娱乐圈打怪升级 有一种希望心中的少年赢的心情 肖战真是要感谢陈情令 感谢魏无羡 这个角色会受用一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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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